指揮中心昨天梗圖齊發瓦 發了非常多張圖 看到這邊了 來國家公園管制調整 山屋持續關閉 這邊是室內外的運動場館 怎麼做呢 高中以下的學校戶外操場 這些只是我們選擇最精華的 幾張梗圖 但是這邊看到這個 用餐距離示範給你看 你要這樣子做 那另外呢 你後面這些人要怎麼做 彼此要間隔1.5公尺 梗圖很多 但是被發現到 已經羅列成這樣子了 結果發現講不清楚的 更多 怎麼回事呢有這個先讓你聽聽看了 首先呢可以開放室外的運動場所 但不可以三對三鬥牛 因為你們會共同接觸到那顆球 好要講接觸 打麻將可以喔 摸牌這不是接觸 這樣子摸牌可以 摸球不可以這是第一個 上山可以 下海不可以 什麼意思 那另外剛剛講到是學校 補習班又不可以 我小朋友怎麼辦 韋傑峰很開心 爸媽是Happy那小朋友 小子哥 完全沒有標準可言 你講的那些我也不懂他到底 沒有 打麻將他沒有說可以啦 他只是在裡面言語啦 打麻將他還在思考 那個界線你知道嗎 界線還不知道 但是 他 他聽起來應該是說不可以啦 我們不要污蔽他 真的真的不行就是不行 那可以就不會 我們不要污蔑人家 只是我有一個 有一點我 百思不得其解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太多荒謬的地方 沒有邏輯可言 但是其中一個就是 上山可以 下海不可以 那我就覺得奇怪 好不好下海不可以 但是游泳池可以 我就覺得很奇怪 海這麼大 但是游泳池這麼小 游泳池只要限制人數 限制什麼 可以下去 可是 海這麼大 完全不可以 那奇怪了 我不懂 那水量跟那個水量 不是很基本的 一個涼的概念嗎 請問一下大家 為什麼 為什麼海不可以 然後更誇張的是 釣魚也不可以 釣魚不可以 釣魚釣團現在要抗議 要抗議啊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 上山跟九人出遊可以 那每個釣魚 請問一下 你有看過釣魚是 挨著肩釣魚的嗎 那怎麼釣魚啊 釣魚你有看過兩個肩 靠著然後背靠著 沒有嘛 釣魚隨便也超過 五公尺 十公尺以上 因為 魚的群聚 不喜歡 你那麼近 我跟你站在一起 我的魚怎麼釣 被你搶釣完啦 我技術比較差 那不就被你釣走 對啊 人家打草 金蛇 我們是人多金魚啊 對不對 一定是離遠一點 他們自己不用你管 他就是比那個 用餐距離還更遠了 這裡 然後釣魚不可以 奇怪了 我真的實在是 我不曉得 我到底怎麼 怎麼去 去定義這個 那我請問下海不可以的標準又是什麼 就是我們記者喜歡 五個W一個H嘛 那你用到這個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 下海不可以的理由是什麼 他講不出來 就是不想要群聚 好 那請問下海怎麼群聚 還這麼大 你如果到綠島去浮錢 你都已經下到下面去了 全部都是水 你意思 如果以打 剛剛佩軒講打籃球的 那個理論 是不是我今天 爆了這個海龜 那下一個游過來的 再爆海龜 然後我就被海龜傳染了 是這樣子嗎 海龜變成傳染媒介 不許你這樣污名化海龜 海龜很可愛的 我不能污蔑海龜 海龜對不起 叔叔跟你道歉 不是就很 你就不覺得很怪嗎 為什麼下海不可以 那個理由是什麼 他講不出來 而且你看昨天佩軒 整個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然後一次排開從交通部講到經濟部 經濟部又講回 指揮中心 然後又又又就各部的都講 沒有發現好多人都是坑坑巴巴 因為他們也都不太了解 到底確切要怎麼實行 你看你就這樣照表念 你會發現到 哎呀這個你邊講邊覺得 嗯嗯對喔 這邊讓我這樣子 等一下到時候被人家問倒了怎麼辦 對啊 就他們自己找不到一個 他的合理邏輯性 對 就哪一個人他有自己 我們交通部這個樣子 那以後 我下面的我都很好出去講 他自己搞不好也背不太起來 所以他昨天在記者會的時候 每一個人全都是坑坑巴巴 尤其那個交通部來的那個 那個我不知道是次長還是什麼 最可憐 從頭記者問到他 就一直 你是養婆婆上身嗎 哼哼哈哈 我就覺得我真的想要去救他說 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了 別為難他了 這一群人後面都是來背書的 非常的可憐 我講白的啦 你想解你就直接解 想要繼續言就直接言 不要搞那種2.67或2.87的 你現在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都在中間要不要 那台語說什麼 第一天死 半天飛 聽得懂嗎 就是那個鳥啊放在手上 那你又很怕它飛走 就把它抓緊 抓緊就怕它死掉 放鬆了又怕它飛走 那你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我告訴各位 一直到7月26號 到之前四個字 王世堅 王世堅不是喜歡四個字 三個字 來四個字 亂七八糟 我跟你講一定會亂七八糟 所有的各行各業 一定有人逃夾包 你信不信 因為我這個線太模糊了嘛 因為模糊啊 對啊 所以台灣人是聰明的啊 我一定會在裡頭找到縫 我不能生存嘛 我不能一起摸一顆球 但是我健身器才可不可以共用 可以啊 對啊 健身房最誇張 直接大家所有網友合理懷疑 就為了一個人 叫館長 所有網友你看他鋪天炸鍋啦 每個人都是還不敢提 健身房開放是為了誰 管叉 然後什麼叉長 然後什麼肌肉的那個什麼 就是因為館長出來罵三字經嘛 罵完之後呢 整個指揮中心怕了 怕我們蔡總統失去了這個 最大的支持網紅 趕快啊 健身房可以 但是你到外面運動不可以 那奇怪呢 可以打不可以打籃球 那你可以 也就是 要不然這樣子啦 我們台灣人都會找到出路的 以後每傳一次籃球 傳一次球 一定要在籃球上面 大家暫停酒精噴一下 再繼續跑這樣好不好 可以這樣打好不好 這樣就不算帶球 這樣不算為例的啊 不然我傳球傳給李佩軒 佩軒一接到以後 等一下 抱歉我噴一下 噴一下這樣噴噴 好 321 王廣主變功喔 而且我噴的時候 我腳不能動 不然走步喔 不然走步 我還是要維持在這樣 然後在原地放下 原地要放下 對不然我走步啊 那不是 那請問酒精要從哪裡遞進來 裁判這個時候 就要負責有酒精的功用 當我傳到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酒精都丟給那個人 接到以後噴完 大家才能繼續往下一個 投進去沒有投進去 搶到籃板球 不能傳 先噴一噴 我靠啊 我攻守交換 那個洗球也不用這樣洗 就是真的是拿酒精來洗球 洗過一次就算是攻守交換 不是你整個指揮中心 真的是亂七八糟啦 真的我講真的 你真的把大家搞得很 不知所措 因為你這樣健身房一開放 我請問一下再來啦 健身房開放就解決問題了嗎 你不准多一點人 對不起 佩軒有沒有上健身房 沒有 很多人有沒有上健身房 健身房是繳什麼的 月費 我請問那我這個月 我每次去排 我都排不到 比如說我也繳了兩萬五 結果兩萬五是說我一個月可以去嘛 無限制去對不對 結果呢我第一天滿了 我排不到 因為你有限制九十幾個人嘛 對不對 好 第二天呢我再去排 我又排不到 第三天我又排不到 你不是說我每天都可以嗎 我這個月費不是也繳無限的嗎 大部分健身房都是這樣嘛 那請問一下我少了這四天 要不要扣錢 會不會有爭議 館長你認為就這麼簡單嗎 那我今天 我如果連續六天 我這個月付了30天的錢 結果呢我只去了15天 我可不可以算一半 因為我真的有想要去的意願啊 我只打電話 每次你們都超過指揮中心的容流人數 我只不過每次都去不了 那可不可以打對折 可以吧 因為我每天都有打電話 我去通聯記錄啊 我真的想去啊 結果你卻因為指揮中心的原因說 我去不了 那我25,000 我幹嘛 我可不可以講一萬兩千五 一定會有麻煩 所有的東西你根本 我跟隨便講大概講兩百多個啦 我想今天都要開三個小時 搞不好還講不完 那因為每一條都很怪 餐飲業 我自己開麵店的我也是 我到底要怎麼辦 我說實在的 如果你要讓我梅花座 又要隔1.5公尺 然後又要裡面的人數又要什麼 我想你直接就外帶就好了 我講真的喔 你開放內用 我一樣要請三個五個公讀生端盤子 請問共讀生不用成本嗎 人事成本是所有的餐飲業占30% 我們叫3331理論 30%可變動 30%不可變動成本 30%就是人事成本 我今天為了讓你開放一個內用 我裡面來的客人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但是呢我要請的人 就是跟以前一樣要30% 請問一下那我為什麼賠更多 我剛才沒有這個30% 我直接純做外帶不就好了 你有沒有考慮到我們 沒有啊 好啊 你說你可以不要做內用啊 不要做內用 結果其他餐廳都內用 那我不做的時候 等一下被人家講 你的餐廳沒有內用我才不去咧 就亂七八糟啊 我跟你講隨便講啦 真的隨便講的20個100個啦 裡面每個都是我們的名聲相關 請問這麼亂你怎麼過日子啊 你都不如都瘋了 大家沒話講 要不然就錢都開 我覺得我欣賞沈富雄跟柯文哲他們的講法 柯文哲講什麼 你信不信你自己 我們國家有能力可以幫你 如果你信我們大家一起開放 一定會有人染疫 一定不會清零 那大家一起接受 大家一起過這樣的日子 不要怕 我們的醫療一定可以救你回來 就像感冒一樣 你知道感冒也會死 而且致死率甚至不輸新冠肺炎 一定少一定輸啦 可是傳染率甚至不會太少 請問你有因為怕得感冒 而不敢出門嗎 沒有嘛你女朋友感冒 你不要牽著手帶她出去看電影 也沒有因為流感而封城 沒有啊 那你敢不敢 像柯文哲這種才叫做科學 柯文哲就告訴你 這個在世界各國都已經這麼做了 佩軒你知道吧 英國手強伸解封啦 每天還是上謙歌啊 照解 為什麼 因為人家的水準已經到那個地步了 他告訴你 我認為這個就是流感化了 而且我的所有英國老百姓都夠水準 大家都可以理解 以後出去呢戴口罩 我以後出去自己有問題 我盡量少出去 可是前提是人家英國的疫苗 普及率跟我們不一樣 說的也是 對啊 那我們的疫苗呢 沒有啊 那我能不能接受這觀念呢 也不行 我跟你講啦 就算疫苗到時候打百分之百 你覺得沒有確診率嗎 一樣有人確診 我們不太可能會真的走向 但有一天是完全清零 從今開始 我們就會跟他和平相處了啦 你能不能接受 我的意思是 有沒有人在做這樣的教育跟宣傳 有沒有人做 現在指揮中心沒有 還是一直守著我們防疫第一名 有一天一定清零 不可能啦 我們有沒有那個教育跟決心 沒有 指揮中心還是在那種 為了自己的選票 為了自己的民調 然後粉絲太平說 絕對可以絕對可以 然後每天都在玩這個 你怎麼變得好 我無法理解啦 你看除了克文哲之外 沈富雄說 拜託全世界沒有人 因為一天兩百例 在那邊封城的啦 沒有在那邊搞的這樣的 沈富雄講的啊 你能不能接受 你不能罵他們兩個說 就是要讓他老百姓死 不要說他們是烏鴉啦 他們的方法是另外一種想法 跟這個指揮中心 他們如果是烏鴉 指揮中心叫做駝鳥 兩個都是動物 都是鳥類 都是鳥類 但是你寧願相信一隻 把頭埋在土裡面的 然後粉絲太平的 你不相信一隻飛在天空 看的狀況 然後告訴你 你們不要這麼擔心 你要相信哪一個 一個頭埋在土裡的 一個在天空看著大家的 雖然他叫聲不好聽 可是他看到全面的 沈富雄的話 才是真的世界 跟我現在大家正在走的方向 有沒有人在做宣傳 指揮中心有沒有來跟中天 有沒有來跟主播們 有沒有跟TVBS 有沒有跟三立 大家講好 媒體幫忙宣傳 從此以後我們台灣 將會這個樣 相信國家 我們一定會把你救起來 你感冒了沒關係 你得了新冠沒關係 我一定救你起來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都準備好了 其實沛軒你也懂了嘛 但是一般老百姓懂不懂 不懂啊 所以才會怕成這個樣子啊 才會訂出這些東西 也就是說你指揮中心 自己沒辦法宣傳這種 讓大家無謂的心 然後未來將會這樣 可以解封的一個心理準備 結果呢 卻用這種 電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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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行 這個可以 這個不行 然後搞死自己 自己綁自己的手 自己綁自己的腳 然後自己摔倒了之後 大家一起死 真的很無意義啊 就算了